水幻阴霾逐渐消散 灾民和业者愁云惨物之际 重灾区沙亚南的修车厂却是客丝云来 有业者就透露车厂重开大门就报了单 短短4天就接获了30辆有待维修的汽车 坦言实在应付不来 有鉴于多辆轿车惨遭莫顶 单单是维修国产车电脑版的费用 就要上4000令吉 受灾的车主纷纷大喊吃不消 有的更促请政府单位介入管控修车的费用 减轻人民的经济压力 受灾车辆一字排开 停靠修车厂外等候修复 修车厂员工分秒必争 以强力水柱冲洗车内外泥泞 再一一检测车辆的受损情况 沙亚南13区和疫区的修车厂业者表示 上个星期开始就陆续迎来多辆受灾轿车 要求修复 这些车辆都是因为引擎长久浸泡水中 最终动弹不得 业者表示每辆轿车受损的程度大不相同 从清理电线和空调 再到更换电脑板 费用自然有天渊之别 明天是明天是明天的开始 明天是明天的开始 明天是明天的开始 现在已经停止了 整体的30匹 灾民则无奈表示 碰上天灾除了家当全毁 心情低落 还被迫自掏腰包修复爱车 无疑是摆上加金 他促请相关单位林敏灾离 介入采取行动 下调修车费用 减轻他们的负担 为此受访业者考虑 吸纳部分的成本 提供5%到10%的回扣 希望灾难当前尽己之力 舒缓灾民的负担